上帝最近可能爱上飘移了吧 现在天堂搞一个金卡纳分 所以他把专属带走了 今天我看到最多的消息就是专属去世了 粉丝私信网atware最多的也是专属去世了 开始我是不相信的 毕竟前段时间他刚组织了一场飘移表演 而且也没传出年仅55岁的他有什么绝症 但一条推文表明这是真的 而那23年新年刚过的第二天 专属在玩雪地摩托的时候出现了意外 专属怎么讲呢 他始于胆识最终也归于胆识 可能很多国人认识专属是因为2019年的天门山飘移 其实早在2005年专属就凭借斯巴鲁WXSTM 在拉利赛中打响了自己的名声 仅两年时间他就获得了8次总冠军 19次登上领奖态 当时的拉利赛不说被专属统治吧 但绝对占有一席之地 后期离开斯巴鲁签约福特之后 才有了天门山飘移这事 所以无论是在拉利赛中 还是金卡纳这种飘移赛势力 专属的地位真的很高 而且他的座驾从最初的STI 福特F150载到全新的奥迪S1 呼尼超安 每一台车都创造过亮眼的飘移特辑 虽然很多没文化的兄弟 当然也包括我 每次看到专属都只会打呼沃槽 但那一句沃槽何尝不是一种任何佩服呢 尤其是黄石公园那场飘移特辑 也不说久久不能挂怀吧 但也绝对是惊险刺激 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也不知道想表达什么 可能就是感觉很可惜吧 时间的一步一步的推着他往前走 先是和福特解约恢复自由身 再也就是宣布将重回斯巴鲁 之后就是和奥迪的合作 以及金卡纳新一期的飘移特辑 本来完美的一年刚刚结束 充满希望的2023年刚刚到来 专属就被上帝叫走了 以后出现在粉丝面前的 就只有致敬纪念和缅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